嗨,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一开场,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来自任嘉伦的特别消息。 任嘉伦工作室发布了一则超话,距离下岛还有一天了。 今天嗨放学长任嘉伦的漂流屏信息,犹如一封深情的书信,瞬间触动了无数粉丝的心弦。 一块适合打水漂的石头,唤起了年少时的记忆,承载着我们六人在海岛生活的短暂时光。 如果有什么能回赠给寄惯我的家人朋友们,那可能是岸边的礁石,是翻涌的浪花,是星形的脚印和贝壳,是繁星点点之头卦,是那些珍贵温暖的牵挂,在心里绽放出永恒的花。 这一段充满诗意和温情的话语,仿佛让我们身临其境,一同走进了任嘉伦在海岛上那独特而难忘的日子。 想象一下那座美丽的海岛,阳光洒在金色的沙滩上,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。 任嘉伦和他的伙伴们在那里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一块看似普通的打水漂石头,却成为了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。 他带着任嘉伦回到了年少时光,那段无忧无虑,充满梦想和憧憬的岁月。 那岸边的礁石,经历了岁月的洗礼,依然坚定的屹立在那里。 他们见证了潮起潮落,见证了无数的日出日落,就如同任嘉伦在演绎道路上的坚持和执着。 无论面对多大的风浪,始终坚守自己的位置,为观众展现出最坚强的一面。 繁涌的浪花充满了活力和激情,他们奔同不息,永不停歇。 这多像任嘉伦在演艺事业中的拼搏精神,不断挑战自我,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。 每一次的起伏都是成长的魔力,每一次的冲击都是进步的动力。 而那星星的脚印和贝壳,无疑是浪漫与美好的象征。 它们或许代表着任嘉伦在海岛上留下的温馨瞬间,也可能寓意着他对粉丝们的深深爱意。 这些美好的印记,如同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经典角色,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。 繁星点点之头卦,这幅画面更是充满了诗意和梦幻。 夜晚的星空总是让人陶醉,而任嘉伦就如同其中一颗璀璨的星星,在娱乐圈的浩瀚星空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。 他的努力,他的才华,让他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,成为了我们心中那颗永不熄灭的星。 更重要的是,他提到了那些珍贵温暖的牵挂。 这里是娱乐热榜,我们都知道,任嘉伦的成功离不开粉丝们的支持和陪伴。 而他也始终心怀感恩,把粉丝们的牵挂视为最宝贵的财富。 这种双向奔赴的爱,是如此的美好和令人感动。 任嘉伦出道以来,一直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观众的目光。 从他早期的作品,到如今的成熟之作,我们见证了他的成长和蜕变。 他在每一个角色中都倾注了心血,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表演的热爱和敬畏。 还记得他在《大唐荣耀》中的精彩表现吗? 他饰演的广评王李处,深情而坚毅,智勇双全。 他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内心的挣扎演绎的淋漓尽致,让无数观众为之心疼和感动。 这部剧不仅让任嘉伦展露头角,也为他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而在《锦衣之下》中,他饰演的路易路大人,更是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 他把路易的高冷傲娇与深情款款完美融合,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魅力。 任嘉伦凭借出色的演技,将这个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,让观众们深陷其中,无法自拔。 除了古装剧,任嘉伦在现代剧中的表现同样出色。 在《一生一世》中,他饰演的周生辰,温文尔雅,神情专一,给观众带来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。 他用细腻的表演,让我们相信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。 在综艺节目中,任嘉伦也展现出了他真实可爱的一面。 他的幽默风趣,聪明机智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。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努力,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着正能量。 回顾任嘉伦的演艺生涯,他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。 面对质疑和困难,他从未放弃,始终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。 正是这份坚持和努力,让他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 而如今,他在海岛上的这段经历,和他对粉丝们的深情表白, 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柔软和善良。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,更是一个懂得感恩,充满正能量的榜样。 亲爱的朋友们,任嘉伦的故事还在继续,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更多精彩的作品,一起陪伴他走过每一个重要的时刻。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,请大家多多关注,评论,点赞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